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听有的朋友说 低诱戴不能用 扶出来的鸽子不好 究竟总哥下的低诱戴能不能用 这个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的确我们有一些朋友 总哥配队下的低诱戴是不要的 扶几天就把它拿走不要的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赛哥在每年春季 最后玩小哥的以后 一般到六月份基本上就分棚了 一直到明年的二三月份拿出来配队 这个中间是让他们分居了相当长的时间 是此穷分棚的 在刚刚配队的时候 把它们放到一起的时候 那个真可谓是干柴遇到烈火 有些速度快的吃鸽 配队三四天就下蛋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认为 总哥这样快的速度就配队下蛋 那样浮出来的小鸽子 稳定性肯定不好 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 总哥配队下的低诱戴就不要了 说他的稳定性不好 容易救 这是一种观念 也有的朋友持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 总哥下的低诱戴 恰恰是总哥的精力最旺盛 身体最棒的时候 那个时候下的低诱戴 小鸽子应该是最健康的 这又是一种声音 其实呢 要我说 到底总哥配队的低诱戴能不能要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说法对 哪一种说法不对 要说低诱戴不要 也有他的道理 要说低诱戴是总哥体制经历最好的时候 那我也认可 如果要说低诱戴不要 我认为像这样的总哥下的低诱戴可以不要 那是什么样的 就是青年鸽子 他们第一次成亲配队 他们下的蛋可以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下蛋 有的时候容易下无精蛋 为什么说他们第一次配队容易下无精蛋 因为他们是做父母亲切 有的下了第一枚蛋以后呢 慈哥就服务了 也有的熊哥呢 很勤快的就去换服了 他们就没有机会再进行交维 所以一般的他们下的蛋很多是无精蛋 还有一个呢 由于慈哥是第一次下蛋 一般的下的蛋呢都是非常的小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是新配队的鸽子 下的第一屋蛋不要 并不是自己家里的总哥下的第一屋蛋不要 鸽子飞得好不好 我想关键还不在第一屋蛋第二屋蛋 关键是鸽子的品质 还有鸽子的健康状况 还有你的养工 还有你的地理位置 朋友们 你们每年配队 总哥下的第一屋蛋 会弃之不用吗 在这麽子的健康状况 有点儿子的健康状况 有点儿子的健康状况 或者有一种健康状况